书节上回 小娃娃等你大学 毕业就莫要回来了 我不清楚 陈十三为什么 突然会和我讲这些 毕竟我和陈十三还不是很熟 陈十三讲完这些后 站了起来对着我二伯讲 你爹老子的尸体就不要去找了 你找也找不到的 还没等二伯开口 我大伯就不愿意了 人死为大 都讲究一个入土为安 要是连爹老子的尸体都找不到 等我死后 哪还有脸下去见他 陈十三回道 就算你下去了 也是见不到了 二伯问 为什么 那我问你 你们知不知道 江文书的那座坟有问题 下葬之前肯定不知道啊 但是现在我爷爷三番两次的爬出来 但问题出在哪 我们也不知道啊 陈十三语气沉重的讲道 江文书的坟下面还有一座坟 我大伯听到这话瞬间炸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当初那块地 我都请了风水先生看过的 要是真的他 不可能不给我们讲 陈十三笑道回答 要是你请的那个风水先生 能知道地下还有一座坟的话 你爹老子就不是你爹老子了 这一下 我和二伯都被陈十三的话给弄猛了 二伯开口到老同学 你不要卖棺子了 你还记得你爹 从棺材里出来的时候 脚下的鞋子不一样吗 你爹就是被一只鞋子带错了路 还好他只穿了一只阴鞋 要是两只脚都穿上了 那就麻烦了 到现在我还在想 到底哪个王八蛋给我爸穿的阴鞋 如果让我知道我非揍他一顿不可 陈先生开口道 被你爷爷坟压着的地下那位 他不甘心被你爷爷的坟压着 但是他又打不过你爷爷 就只好对你们这些后人下手 直到现在 我终于明白爷爷为什么爬出老屋了 原来就算死了 也要回来守护自己的子孙 这时我二伯又问道 那陈泥江是怎么回事 陈十三看了我大驳一眼 说道 他是一个泥江为活人修洋宅 给死人修阴宅 染了一身阴气 想死都难 更何况 他还得罪了地下的那位 要不是有江文书户到现在 他第一次给江文书修老屋的时候就死了 我就问陈十三 我爷爷的坟下面到底是谁 这么牛十三 我也不晓得 不过地下的那位 起码有一千多年 陈十三